他们都是被人圈养的猪却妄想跟人类一样繁衍后代 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当场处决 晚上他们就靠吸收墙上的营养来补充体力和睡眠 白天就吃用同类尸体熬成的粥 而且还是他们最主要的食物 成熟后的花生人身上就会长出一种鬼蘑菇 传言鬼蘑菇是一种传染病 得了后都活不过半个月 一旦被执法队抓住就会被立马处决 然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这个老头的骗局 直到这个红胖子的出现才让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他是皇朝的大护法 来这里是为了找回离宫出走的太子 路上遇到个花生人本想问路 可他刚开口花生人就跳墙跑了 在地上他发现了太子的玉佩 还看到空中漂浮着一个黑色大花生 这里的一切都很奇怪 村民长得像四花生又像小猴子 这时出现了两个砍柴的 大护法走过去拿出太子的画像 问他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这二人什么话都没说 大护法就转身离开了 突然他们就追了上来 趴在地上的样子简直就像个怪物 脑袋一顿抽出后长出了许多小红花 身后的花生人在悄悄靠近 突然就一斧子砍了上去 然而仅仅一瞬间的功夫 他们就被大护法解决了 进到村子后他继续打探太子的下落 但却没有一个人会说话 而且村里同类相残的场景随处可见 不料花生人回头发现了他 为了不引起没必要的霍乱 他躲到了木桥下面 被发现后他只能将它们全都干掉 晚上睡觉时他故意把玉佩放在手上 白天那个跳墙小鬼果然过来偷玉佩了 被发现后他又跳墙逃跑了 大护法一路追了上去 将他逼到了绝路 问给他这个玉佩的主人在哪 你手上的手卷也是他的 接着小鬼带他去找到了太子 太子是个圣贤人 他对继承皇位没有任何兴趣 直到大护法说 这一次皇上说 如果你愿意回去的话 不愿意 那么他就允许你化西宫的宫女 听完这个太子立马变脸说 那现在就回去吧 离开前他还是把玉佩留给了小江 与此同时那个老头得知了执法队被干掉的事情 他气愤的把矛头指向了这个黑衣男 说除了他这个地方还有谁敢对执法队动手 黑衣男直接用双枪对准了老头 随着两声枪响 老头吓得还以为自己死了 他出去一看死的是两个执法队 他们的死状与村里死的完全不同 小美说虽然不知道是谁干的 但肯定是个高手 而老头说来的正好 高手对怪物我倒想看看谁更厉害 接着大护法 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就遭到了伏击 这些小喽喽哪是大护法的对手 没一会的功夫就全被他干掉了 大护法知道他们不是人 但没想到居然连眼睛都是贴上去的 这时小明找了过来 说小江被抓走了 原因是小江拥有了自己的意识 在这里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太子向大护法提出要求 只要帮他就出小江 他就一年办不出门 随后他们就进到了花生人的巢穴 大护法不慎中了陷阱掉了下去 接着太子也掉了下去 离开了大护法太子很快就被花生人发现了 在上面的大护法听到了太子的呼救声 此时一个花生人在背后偷偷瞄准了大护法 多亏了小白鸡的干扰 大护法才回头发现了他们 但他划错了通道 来到了一个小作坊 里面有个自称毛毛的男人在说着自己的理想 那就是一刀取人心脏 然后向老祖宗证明他是真真正正的袍族后人 你的理想这么重的杀气 怕是实现的一天会是你的中年 这里到处都是眼睛 无论大护法走到哪都感觉被盯着 就在他准备干掉那个眼睛时 小明找到了他 说他知道太子被关在了哪 小明带着他找到了太子 太子安然无恙 而且还在淡定的啃甘蔗 他让大护法把武器放下赶紧离开 大护法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接着他们二人就大吵了起来 最后他以太子的身份命令他扔出了法杖 刚扔出去就被花生人偷偷的拖进了后台 原来太子是被他们威胁了 拿到法杖后他们把太子也拖了进去 大护法一个翻滚躲过了他们的伏击 没了乌肝杖 大护法的法力就无法发挥出来了 偏偏这个时候黑衣男找过来了 大护法躲在木板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黑衣男在一步步朝他靠近 正好停在了他的上方 对着木板下就是一枪 大护法仓皇逃跑 他又被逼进了花生人的巢穴 还不小心走到了绝路 他本想远路返回 可刚回头就遇到了黑衣男 他瞄准大护法就开了一枪 大护法中枪掉了下去 其实小江并没有被抓走 而是把他跟太子的事全告诉了尹婆 尹婆生气地骂他 他把小江从头到尾的数落了一番 并且说很快我们就要被处理掉了 你知道吗 说着小江了起了他的衣袖 他已经长出了鬼蘑菇 身上也有而且越来越多了 尹婆觉得是时候该带他去了解这个村子的真相了 这里的花生人生在洞里 活在洞里 死在洞里 丝毫没有自己的意识和想法 这些关在笼子里的都是长了鬼蘑菇 即将被处理的花生人 还有着大量未孵化的甲勇 小江问这些又是什么 小江满脸的疑惑 接着尹婆带他去了解了最后的真相 他们来到了育苗室 尹婆让小江去看看那些桶里 被药水泡着的甲胎 看看他们自己为师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开始 小江鼓起勇气探头看了一眼 野猴子 我们是野猴子 我们怎么会是这样的东西 我们还吃他们 我们在吃我们吗 尹婆说这不是你的错 成功破勇的我们无论是身体还是想法 全都被重建了 他们喂养我们 直到长出鬼蘑菇 就从我们脑子里取出一种黑色的石头 鬼蘑菇不过是那个老头起的吓唬人的名字 这东西根本不会死人 拔出来后只会留下一些疤痕罢了 现在他们的丰收季快到了 我们要活着 他们就得死 我要是不死的 看着谁死啊 尹婆的话全被老头听到了 他让小江赶紧从后门逃跑 直接从木桥上跳下去就行 下面是条河不会死 小江逃走后 老头把所有长了鬼蘑菇的花生人全抓了起来进行处决 他要杀鸡儆猴 此时小明偷偷溜进牢狱就出了太子 而大护法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乌肝杖 现在乌肝杖就在眼前 可他们早已埋伏好 只要伸手去拿就会被射成马蜂窝 大护法只能选择逃跑 但最后还是被黑衣男追到几枪将他打下了悬崖 幸运的是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 看到小江他才明白小明骗了他们 虽然不知道小明为什么骗他们说小江被抓走 但现在大护法彻底生气了 我已经对这个不友好的地方失去了耐心 老头把尹婆带上了刑法台 杀鸡儆猴不够他还要杀一锦百 就在执法队要动手时大护法就吓了他 老头吓得从力道逃跑了 大护法也跟着追了上去 小江则带着尹婆逃离了现场 他们躲进了一个巷子里 小江示意同伴不要把他们的位置暴露 可没想到同伴居然直接出卖了他们 这样的举动让尹婆为同类的愚蠢感到失望透顶 更让人意外的是执法队居然处决了那个出卖同类的花生人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 他们也逐渐醒悟 尹婆把真相全告诉了他们 这边的大护法再次闯进花生人巢穴 这次他要杀光这里所有花生人 以一己之力与他们展开了恶战 可普通的铁管拿进得起大护法的力量 还没射几炮铁管就废了 幸好他多背了几根 这里的洞口太多 花生人总是在背后打银枪 出来后大护法的最后一根铁管也打废了 他心想还是要找回自己的乌干杖才行 不料黑一男总是在他手无寸铁的时候出现 大护法被他射中了几枪滚落了山坡 当他下来查看时大护法已经不见了 同时小明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 那个老头就是他的爷爷 但他并不喜欢爷爷的做法 这些黑石头其实叫黑骨石 他代表着恐惧与仇恨 拥有剧毒和置换 他恳求太子秋后再离开 因为到那个时候就能收获一年的黑骨石了 虽然太子听了极度反感这些东西 但小明说的话却让他无法反驳 黑骨石对太子没用 但对掌管天下的天子有用 特别是在军事上 奇毒奇效 即使太子不屑用它 落入敌国手里 也必定祸患无险 太子不敢相信 这哪里像是一个小孩说出来的话 见太子没有说话 小明兴奋的跑去 要把老头培养黑骨石的那本书拿过来送他 在房子里太子发现了大护法的乌肝杖 于是他拿走了乌肝杖趁机溜了出去 正好遇到了老头要毛毛去杀了大护法 见到太子后老头便让毛毛先杀了太子 突然小江冲了出来推开了毛毛 毛毛一把将小江提了起来 然后直接一刀瞬间砍掉了小江的头 他抱着小江的身体伤心欲绝 而毛毛却莫名其妙地呕吐了起来 他不明白为什么人要为了猪的死而痛苦 实在太恶心了 愤怒的太子冲上去想要掐死他 毛毛一把将他甩了出去 毛毛抓住他的头发将他放到了砧板上 一旁的老头随地捡起了一块石头 对着小江的头就是一顿杂 可从他头里取出的不是黑骨石 而是一颗蓝色的金石 毛毛正在犹豫该对太子的哪个部位下手 这时大护法从洞里滚了下来 他终于拿回了无干杖 然后问了一句 那个台子上躺着的人死了吗 没有 这要开刀 现在离开 你还能活 毛毛听了没有丝毫畏惧的意思 还说下一个就轮到大护法 他刚举起刀 只是一瞬间就被大护法打成了两半 这时那个黑衣男再次出现 在这部影片中 黑衣男就是单纯的为了杀人而杀人 没有任何理由 即便是雇主老杰安在他眼里 也不过是卫腔的对象 大护法看出了 他有着跟自己一样背负着 与众不同的秘密在活着 你的眼睛告诉我 仇恨和恐惧 那是什么样的经历造就 而后再用杀人来掩盖这种感受吗 你敢不敢问自己 到底要去哪里 背负着恐惧寻找的终点 非要是暴露吗 你能听到吗 你还能听到吗 你还有勇气直面你的恐惧吗 在这场高手与怪物的生死对决中 最后还是大护法赢得了胜利 虽然一切都结束后 花生人们全都摘掉了假眼睛和假嘴巴 获得了自由身 但没了管理的人 他们不知该吃什么又该怎么活下去 这一切都成了一个谜团